那么从参加锻炼到坚持锻炼 又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变化 一个就是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它在整个锻炼行为当中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就是自我激励 就是自己给自己参加锻炼 鼓劲加油 那么在锻炼当中 你就能够坚持下去 遇到困难就不会退缩 第三个就是行为应对技巧了 那么也就是知道 我在锻炼的时候 到遇到不同的情况 我该怎么去应对 比方说锻炼的时候 我们遇到天下雨了 我们就应该有在雨天如何去锻炼的一些应对因素 比如说今天工作很忙 那么在这个很忙的时间的践行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锻炼 再就是社会影响 锻炼受社会影响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一个社会当中 或者你的生活的环境当中 从事锻炼的人很多 受他的影响 你就可能更多的就参加锻炼 而且也能够坚持下去 再就是可利用的时间 我们如果说空前的时间比较多 坚持锻炼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很多人之所以放弃锻炼 就是由于时间太忙了 时间太少 所以经常就会放弃锻炼 再就是在很多锻炼项目当中 需要用到一些器材 有器材就会去锻炼 没器材就不锻炼 再就是健康的感受 健康的人参加坚持锻炼的可能性 就会比较大 再就是重大疾病的风险 一个人有比较大的疾病 他肯定锻炼起来 就会有很多困难和障碍 坚持锻炼的可能性就会比较低了 那么由参与锻炼 坚持锻炼到退驻锻炼 又是什么原因呢 通过研究发现 下面这几点因素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就是男领工人 所谓男领工人就是干体力活的工人 这些工人由于在他的工作当中 消耗的体力比较大 所以他即使参加锻炼 他的动力也不足 所以经常偶尔参加锻炼之后 就会退出锻炼 第二个就是体重超重或者肥胖的人 这样的人由于体重超重和肥胖 参加锻炼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锻炼的感受非常差 这样的人也会退出锻炼 再就是对体重正常的人 即使他参加锻炼有可能 但是如果说锻炼中经常出现不适的体验 比如说感觉到身体的疼痛或者说心脏的不适等等这些原因 为了身体的健康缘故他们可能也会退出锻炼 那就是抽烟的人 由于抽烟实际上也会影响到锻炼的时候的这样一些状态 从而使他退出锻炼 第二个就是心情不好 一般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想动 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 平时锻炼的人他也可能退出锻炼 如果说这个人他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面 心情都不太好 他就不可能锻炼 那当然这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心情不好不锻炼不锻炼心情更不好 那么退出锻炼到参与锻炼又有哪些影响因素呢 这实际上是锻炼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空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退出锻炼 到重新参与锻炼这个原因有哪些 这一项研究还没有看到